安子骑着机车看似外出走春 但仔细一看后座乘客手里握着的 竟然是长达十几公分的开山刀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当时马路车来车网 但量人却毫不避讳 时间大啦啦将力气放在身旁一路 晃摇晃一副准备要去寻仇 实际回到现场可以看到 隔壁就是公园又正逢春节 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在这边玩 看到有人当街迟到呼啸 而过下的赶紧报案 事发就在新北市三重集美街 12号下午两点多 不少民众误读两名男子双载迟到 远近两个小时后 查气到包兄弟党 哥哥向警方辩称 因为在路上与人发生行车纠纷 才会载着弟弟回家拿刀 后来发现对方已经离开 所以只好作罢将刀丢进河里 只是警方寻现调阅监视器 却没有发现兄弟在行驶过程中 曾与人发生冲突 据了解这对兄弟过去曾有诈欺 前科这回又因为行车纠纷 过年迟到旷大街 好在警方火速将人逮捕 结束这场禁本季